营养鮮 营养午餐 够吃餐 那营养午餐呢 是我们希望呢 能够让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 营养要够 然后要安全 要健康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今天呢 特别邀请了我们风食的基金会 主厨来跟我们的校徒呢 互相切磋 我们呢希望让小朋友知道 最营养 最安全 最健康的营养午餐 刚刚很开心的在我们县长的这个 这个谈话当中 我发现到县长讲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两个字 他把我们处意精进的关键角色 厨公朋友们含作校处朋友 各位 我常常鼓励校处朋友就是说 他不是厨公 他跟校长只有差一个字 他应该被鼓励 以兰县自以108年9月起实施国中校 血通免费营养午餐 为改善部分菜色剩食量偏多 与今年 邀请具有丰富学校午餐烹饪经验 及知名饭店之主厨 入校辅导校处团队 在四所学校 集中式厨房 南平郭校 泰神郭校 苏澳郭校 及五姐国中 试办 感谢丰时公益饮食文化教育基金会 林益城主厨 吉宜兰县 万德福食益推展协会 南洋五十港 海经酒店行政主厨 林景城主厨 专业资源益助 及关怀学童的营养午餐 从验收食材 到供应午餐 完整一日工作陪伴 增进校处认识食材特性 并找出最适合的烹饪工具 几料理技巧 以科学烹调法方式 让食物变得更容易入味 午餐更美味 在这学期 也将让师生一起认识 厨房工作环境与流程 他的食物来说 每一餐就每一日的部分 其实他很忙 认识饮食营养与健康的关系 南平郭校 蔬菜DIY 车达 原始蔬菜 亲手种植蔬菜 推动食农教育融入生活中 实践在地特色的食农教育政策 谢谢书丸 今天蔬菜还蛮好吃的 对 讲学特别精神 对特别好 下菜吃光光 让身体更健康 宜兰县学校午餐 敬喉家 祖出营业中 屋中开饭后 宜兰县学校午餐 敬喉家 宜兰县学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